みなさんこんばんわ 歡迎來到旅人的時光閱讀筆記 我是棋子 I block out the news Turn my back on religion Don't have no degree I'm somewhat naive I made it this far on my own But lately that shit ain't been getting me higher I lift up my head And the world is on fire 剛剛這首歌曲呢 是前幾年呢 得到奧斯卡最佳影片的 一部電影Green Book 就是馴服綠皮書的原生代 我個人蠻喜歡這部電影的 雖然有些人會覺得說它有點政治正確 或者是有點說 有點稍微有點矯情 但為什麼要放這部電影的原生代呢 是因為最近大家最關注的事情 就是俄羅斯入侵了 烏克蘭的這一個戰爭的事件 其實我們今天的主題會 稍微跟這些東西是有點關係的 那放這個原因是因為 這一部電影其實在講 不同種族之間他們互相的了解 就是我們因為彼此不了解或誤解 而對不同的種族產生歧視或誤解 最後而發生了很多傷害 或者是很多甚至到最嚴重戰爭的事情 但是呢 幸福利布希斯其實是在講 我們互相理解 不同種子不同的人種之間 他們互相的理解 就是才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那最近呢 俄羅斯呢 入侵烏克蘭的戰士呢 其實呢 就整個把新冠肺炎的疫情的事情 全部都蓋過去了 當然非常令人難過跟悲傷 因為 不過其實因為 怎麼戰爭 不論在哪一個年代呢 其實呢 就會發現其實我們像我們現在的太平盛世 它都不會消失 就是其實在很多地方還是都有發生 這些人心的之惡 人心之惡不會消失 那其實也 我們有時候其實很難對人 會有心 就是 會對人有產生信心 就會覺得人性是不是本來就是惡的 那如果你也這麼覺得的話呢 那我們這一集的節目呢 其實呢 也許會讓你重拾一些信心 因為我們想要透過書呢 還有一些電影呢 或是一些旅行的片段呢 讓大家能夠回到說 那人性到底是惡還是散 那過去幾集呢 因為都是訪談節目呢 其實呢 一直就沒有辦法跟大家做 推薦好書 好電影的戲劇 那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還是我自己 最喜歡 最想做的一部分 那這一集呢 總算可以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好好聊聊 那今天的節目 其實會跟以往 像這個 同樣是做這樣子的節目 有一點點 順序有點點顛倒 因為我們會先推進一本書 那這本書其實就是跟 講能性是惡還是散的 有很大的關係的 一本很好看的書 那我們會從這邊開始 才會再進入電影跟旅行的單元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下呢 因為之前呢 有朋友有反應說 那是不是能夠在YouTube的頻道 也可以收聽這個節目 雖然也才一兩個朋友這樣問過啦 但是我想說 其實那我就把Podcast的這些節目呢 同步了一份到YouTube的節目上面去 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尋一下 YouTube的頻道也叫做 旅人的時光閱讀筆記 所以這時候大家在YouTube頻道 其實也可以同步一起看到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進入我們的第一個單元 一個推薦一本好書的單元 我們想要推薦的這一本好書呢 就是去年出版的 它叫做人詞 人類的人 然後慈祥的詞 它的副標題是 跨越二十萬年的人性旅程 用更好的視角看待自己 它的英文的書名叫Humankind 那其實呢 這個看起來其實是一個 什麼心靈雞湯 心靈勵志的書 但其實呢 我個人是最不喜歡看這類的書 就是分析人性 然後再講說 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 找到人的善的一面 其實我覺得很多這類的書 其實根本沒有 其實沒有一個真的 真的很重要的根據 然後就是在催眠大家 就是其實都是在騙人 那我自己也覺得呢 人性呢 並不是善的 我自己也很大的部分 個人也會覺得 其實人 很多部分都可以看到 人是很自私的 貪得無厭的 或者是狡詐的 為了很多利益 可能會做出彼此傷害的 對 傷害彼此的事情 就像我們最嚴重的就是 可能就是戰爭 不過最近看了這一本書呢 我真的覺得它太厲害了 我們以往都會這麼覺得 可能它就是把很多 它用了很多社會科學的 一些論證跟方法 把這些論 把這些東西就全部拿出來 然後再用很多例子 來告訴你說 其實根本不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它真的是寫到讓你 就是覺得 即使覺得你覺得人性本惡 你都會覺得太佩服它了 它會讓你覺得 人性其實可能是 很多是有很多良善的 是充滿希望的 好 那這一本書的作者呢 其實是歐洲一個很有名的 思想哲學家 他其實還蠻年輕的 他叫做Roger Blackman 他其實除了 他是歷史學家 也是作家 也是記者 那他其實想要用這一本書 來傳達一個訊息 就是大部分人的人性深處 其實可能都是善良的 你一定覺得不敢認同對不對 因為其實在我們看到很多 社會案件或者是像現在的戰爭 其實都會看到人性很不好的一面 不過因為這本書 其實是透過太多很有名的例子 去推翻這些例子 讓你覺得 原來根本不是這個偽思 讓你去思考去反思這件事情 那書中的引言其實就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有教授問學生說 下面有兩個星球 你覺得你住在哪一個星球 第一個 星球A是飛機墜機之後 生存者禮讓給最需要救援的人 星球B是說 事故發生之後 生存者爭相恐嚇的往出口擁擠 不惜將人踩在腳下 一次又一次的 結果幾乎所有的學生都選B 我們其實是活在一個 會把別人踩過去 然後為了自己生存的人 那作者覺得 一開始就說 經過這本書的論證 他覺得我們其實是活在星球A 我們其實是會 表現出良善的一面 即使在最危急的時候 我們一樣會去幫助別人 你可能會覺得 真的是這樣嗎 那一開始其實作者就用了一個 蠻有趣的一些 蠻特別的一個例子 來做一些前沿的開場 大家都知道 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是席捐整個歐洲 德軍當然就橫掃歐洲 那時候俄軍最大 在歐洲最大的 受到最大的阻力的 其實應該是英國 那英國呢 那德國就為了要瓦解 英國的抵抗的意志 他就說 他們就決定一直去轟炸英國 那英國在那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被炸毀了 無數的房屋 無家可貴 他們 德國認為說 我只要 然後一直轟炸一直轟炸 就會把你的意志 就全部給摧毀掉 然後他們 你們就只能投降而已 結果沒有想到 德軍一直轟炸一直轟炸 但德軍想要的劇本都沒有上演 然後呢 他舉了幾個簡單的 當時在那個 英國的一些例子 就當德軍不斷轟炸英國的時候 英國人呢 還是都很正常在做自己的事情 除了躲在反空洞之外 有的人甚至在轟炸的時候 還在家裡自己 喝自己的下午茶 然後有人問他們說 那外面在轟炸 他說 對 可是我現在害怕 也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就繼續做我正常的事情 結果英國人反而不但沒有害怕 有人會統計說 英國人在那段時間是更團結的 他的犯罪率更少 去看心理醫生的人幾乎都沒有了 自殺的人也變少 彼此幫忙的事情更多 甚至到後來還有人懷念那段時間 所以很妙對不對 然後而且英國其實 更有趣的是 英國後來也覺得說 那德國這樣回敬我 我也用同樣的轟炸去回敬德軍 來去把德軍給摧毀 結果英國去轟炸德軍 也都沒有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個作者就以這樣子的方式來做開場 那接下來整本書其實你就可以 感覺到這個作者很說故事的能力非常的強 而且因為他學士很淵薄 再加上他用了很多論證跟舉例 讓你覺得 讓你一直一直推翻你很多 你覺得本來已經知道覺得是事實的事情 像很多我們等一下會提到很多歷史的知名的案例 他提出了 他用很很正確 就是其他的資料來去提出不同的看法 而且這些證據其實都是非常正確的 只是我們都沒有看過 來告訴你其實根本事情不是這樣子 最有名的第一個案例就是蒼蠅王 蒼蠅王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不管你有沒有看過小說或電影 你可能都會知道他就是在講 有飛機墜機之後有六個英國的男孩 漂流到一個無人島上面去 因為沒有大人 所以過程就發生了很多的權力的鬥爭 然後後來失去理性 後來其實還有人因為這樣子 小孩喪失的生命 用這個故事來形容人性的黑暗 所以他是人性本惡的最佳教材 那作者就覺得說真的是這樣子嗎 後來他深入了解虛構的蒼蠅王的故事 他才發現這個作者威廉高丁 其實他是一個有憂鬱傾向的敘究者 甚至他還會打小孩 所以原來寫出蒼蠅王作家 其實是一個很不快樂的人 後來他自己追查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 幾乎跟蒼蠅王一模一樣 在1960年代的時候 有六名少年他在太平洋落納 漂流到一個也是一個無人島 叫做阿塔島 這個故事其實大部分都跟這個故事 蒼蠅王故事很相信 可是完全不一樣的是 這個六名少年在荒島裡面 他其實發揮了很傳潔的力量 然後彼此做出了一個很和諧的社會的 一個小小的一個體制 就是讓他們生存下去的一個體制 彼此互相照顧 彼此然後在那邊生存下來 他們在那個島上經過了15個月才獲救 15個月之後這六個人不但沒有互相傷害 而且精神非常的好 然後呢而且他們彼此對彼此非常的信任 這是真實版的蒼蠅王 那其實是一個友情 又掌秀 又可以表現出人性良善的一面 那發現這一個生存者的 其實是一個船長叫做 Peter Warner 他其實本來要去東家捕龍蝦 後來因為東家王國 國王拒絕他 後來在要回去的時候 就發現了這一個島 才發現了這一個有六名少年 其實在這個島嶼上面已經生活了15個月 自給自足互相扶持 後來其實這一個共識 其實後面還蠻感人的 這一個Peter Warner 後來其實因為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東家王國的國王非常感謝他 本來拒絕他捕龍蝦 後來又答應他 後來這個Peter Warner 後來甚至把這個船送給了這一些孩子 後來就做其他的事情 其實後來就是整個 讓你顛覆了 你對蒼蝦王原來 因為蒼蝦王是虛構的故事 這個是真實的故事 你才更覺得說 其實真實的故事 反而讓人家覺得 這一個人性的良善的冰面 是被表現出來的 另外呢 另外他又舉了一個 很有名的心理的一個實驗 叫做史丹佛監獄實驗 他的主持人 菲利普金巴多教授 他就把這個24個參加的學生 他把它分成了兩組 一組當囚犯 一組當做獄族 然後他就讓獄族去管理這些囚犯 然後讓擔任獄族的人 擁有很大的權利 然後看看後來的結果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後來發現 這個實驗的囚犯呢 後來精神就是很快的就崩潰了 因為被獄族虐待 那這24個學生其實本來就是 他們其實是沒有 就是一般的學生 然後可能甚至都彼此認識 就是因為被迫被分成的囚犯跟獄族 然後獄族就是要開始用 擔任獄族的角色去管理 或者是去處罰這一些囚犯 後來這個實驗的結果 其實要告訴我們 如果你給這些人權利 因為獄族就是有權利 那囚犯就是要聽獄族的話 他們就會產生惡的一面 而發展出一些不人道的規則 後來呢 後來其實經過這個作者去 了解之後才發現 其實這些獄族根本就不是 發自內心的去做這一些不人道的處罰 而是在教授本身 一開始就給他們很多觀念跟指令說 你必須要這麼做 所以它是一個被介入的心理測驗 所以這些獄族才呈現出一些 他們後來的表現的一面 那如果 那這個作者也提出 那如果這個實驗團體是完全不介入呢 後來有人在2002年的電視上面 做了同樣的實驗 結果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第二天的時候獄族就把15分給囚犯了 第五天呢 有一個囚犯就立即提議 就是我們來設立一個民主制度 就是今天怎麼樣 明天要怎麼樣 第六天呢 獄族跟囚犯就一起抽煙 最後一集大家在沙發上面說說笑笑 有說有笑的消磨時間 然後作者就覺得很好笑 就是原來故事是真實的故事這麼無聊 難怪我們沒聽過 那最後其實這個實驗是最有名的 就是米倫格爾的電極器的實驗 那這個實驗是這樣子 就是呢 他讓受試者 肉試者也分成了兩組 肉負受試者就分成了 也是分成兩組 不過呢 他就是 主要就是要來測驗受試者 在面對權威者的下達命令的時候 你能夠拒絕的力量有 到底有多少 受試者呢 他們是老師 當隔壁的房間的學生回答錯的時候 他就按下電極器 可是那時候在做實驗的時候 他們會跟那個按下電極器的老師說 其實這個電極器是 就是 並沒有跟他們講說這是真的還假的 所以受試的老師其實並不知道 他們 他們會以為這些電極器可能都是真的 所以每次回答問題的錯誤的時候 教授就會要求老師去懲罰這個學生 然後就不斷地把這個電極器的輻射 那個輻射一直加高 一直加高 最後其實這個實驗的結果 其實是最後做出了幾乎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受測者 都會聽從權威的指揮 把電極器開到最大 就是四百五十輻射 這個是幾乎可以把人電死的程度 所以他透過這個心理實驗室要告訴你 人在權威的下面的時候 其實是會沒有辦法拒絕這一個東西 他會只能會聽從這個的命令 然後因為他就是要做出 就是人性就是惡的這一個實驗的結果 後來這個作者呢 又去考慮了這一個後面的這一些 發生的事情 就是因為這裡面後面其實有一些 沒有被公開的那些錄音 或者是一些東西後來被公開了 其實呢在真正在受測的時候 其實幾乎所有受測者都不想要再繼續這麼做了 反正我們其實沒有看到 最後實驗的結果其實是所有人都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其實做這件事情 但是呢這個實驗方呢 這個教授他就會跟他們說 你們現在做這個事情 對人類非常有幫助 所以呢你們做完這個實驗之後呢 我們可以去討討人性的變化 或者是人性的一些部分 所以一般後來大家都會覺得說 只是實驗的效果 然後後來他們還是繼續的做了 按下去這個按鈕 所以他們其實是很不忍心去做這個實驗 然後又覺得 那因為那個教授又一直灌輸他們說 這個實驗對人類很有幫助 他們才繼續一起完成這個實驗 所以其實這個背後有很大的原因 其實是這樣子 並不是他們自願去做這樣的事情 這差別非常的大 後來呢其實在這個實驗的同時呢 其實做實驗這個同時 其實有一個很有名的案例也在發生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哈那俄 俄蘭所寫的那個平凡的邪惡 其實在這個實驗所得 所有人認同的年代呢 其實就是俄蘭呢 他記錄了納粹最重要的屠殺的執行者 在耶路撒冷的大審判的祭史的故事 俄蘭他提出說邪惡並非像 一定要像 不是像希特勒一樣狂暴 而是他平凡的無奇的會 展現在我們任何人的身上 如果我們像機器一樣呢 都沒有判斷去做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會落入平庸的邪惡 可是其實這個書裡面 作者也去探訪了俄蘭他真正自己想要傳達的 雖然俄蘭是一個相信 如此相信平凡人都會做出平庸的邪惡的人 在很多的論證裡面 他還是會覺得其實 他相信人性的本質應該是善良的 所以你看 作者其實用了前面的篇幅 用那三個很大的 很有名的歷史上非常知名的小說跟實驗 來表述人性的善或是惡的部分 用了很有力的論證跟再去重新再去方案去了解說 其實根本就不是這個樣子 其實背後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原因 然後其實就是我們是誤解了他 只是因為當時的時代的角度 跟這一些教授跟這一些心理學家 他想要做這件事 反而讓大家覺得說 其實人性有很多是惡的一面 這本書其實就非常精彩 他在用這些論證跟講這些故事的時候 其實你都會更覺得說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是像我們想的這個樣子 那書中的後半段 其實又提到了很多像比馬龍效應 魔鏡的效應 就是其實都一直在強調說 人們的相信的 我們相信什麼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的 無論是裡面書中裡面的 囚犯跟御族的故事 或者是老師跟學生的故事 或者是裡面很多實驗 或者是父母跟子女的故事 你都會覺得說 如果你把一個人當做人看 他就會像一個人 我這裡面其實還提到一個很真實的例子 就是挪威的奧斯路的一個監獄 這個監獄他們其實沒有關自己任何人的 沒有關任何的囚犯 每個囚犯都有自己的房間 都有保暖的設備 都有私人的衛浴 甚至每個囚犯還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他們甚至還出了唱片 那這一些囚犯的獄族 他們沒有配搬任何的武器 他們說我們的武器 就是跟這些人聊天 那後來挪威有兩三座 有幾個監獄都是這樣子在進行的 那有人就覺得好奇 你這樣子哪算是懲罰 那我們是不是等於讓有犯罪的人 就等於就去快樂 就享受快樂人生而已 誰會得到處罰 後來他們就訪問了這裡面的典獄長 後來又做了一些調查 他說其實大部分的囚犯 其實他們說大部分的囚犯 其實早晚都會釋放 那如果像在挪威有百分之九十一的人 他們都會在一兩年之內重獲滯留 所以這些人可能就會成為你的鄰居 那我問你 如果你把這個人放出來 他像是定時炸彈一樣 你會想要跟他在一起 你就是要把他當做一個真正的人一樣來看待 讓他這樣子生活 他最後才有可能跟社會融合 而不是到了社會裡面繼續 再去做一些讓人家覺得犯罪的事情 因為他覺得他們已經沒有出路了 所以這一個典獄長後來又講說 如果你把人當作糞土 他就是糞土 如果你把他當作人 他就有可能變成一個人 是證明挪威的放出來的囚犯的債犯率其實非常非常的低 當然這一本書並不是一直告訴我們 什麼就是人性 人性就是善的 如果是這樣就太無聊了 因為如果這樣為什麼還那麼多戰爭 那麼多種族屠殺 那麼多殺人的事件 其實這一本書其實用了很多例子跟這一些 讓我們思考其實人心跟人性是很複雜的 好跟不壞的都有 所以以後還是在於我們選擇了什麼 相信了什麼 那這本書其實非常 其實有點厚大概500頁 可是你可以看非常的快 而且你看完之後 真的會對人心的一些想法有一些改變 非常非常推薦給大家 的規則 会議 會很嚴格 會議 我刚刚紧接着我们推荐的好书的后面的音乐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一个电影 是冰口龙界的《在车上》 其实我本来今天接续了这一个 仁慈的这一本书 其实想要推荐的其实是一个Netflix看过 前阵子看完非常精彩 而且其实改编是真实事件的一个日剧 叫做《新闻记者》 不过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题延续下去 好像有点太沉重了 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最近正在上院的日本的电影 冰口龙界的《在车上》 这一车上之前我在节目里面 其实我就有谈了 曾经讲过冰口龙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当代的日本的导演 这个《在车上》其实它今年代表日本 入围了很多奥斯卡的大奖 他最近在国际上面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奖项 他入围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改编剧本 跟贵佳国际影片四个提名 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 其实已经大力推荐过这个导演的 稍微讲过他的风格 跟他的叙事的一些迷人很不可思议的地方 我推荐过《欢乐时光》 曾经也推荐过《偶然与想象》 事实上偶然与想象才是我最喜欢他的片 但是因为《偶然与想象》现在没有在上映 所以我就想推荐这部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看的《在车上》 Drive my car 这一个Drive my car在车上 其实改编至村上的三篇的短篇小说 就是没有女人的男人的短篇小说里面的三篇小说 一个是没有女人的男人 还有雪哈拉沙德跟木野 那其实他在描述呢 就是里面的这一个 他在描述呢 其实要以西岛君就为男主角的这一个 他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 那妻子是一个编剧 然后呢 在这一个 因为他是改编至这个小说的嘛 他其实改编三个小说把它合在一起 那这一个妻子在跟 这个他的西岛君秀这个演的这个家福的演员 他们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其实每次在性行为之后 这个妻子就会自己去讲了一段故事 那前面的部分是讲这样子 然后其实 前面的部分其实非常非常的纯上纯书 大概前面大概三四十分钟 那以前我们曾经有讨论过 纯上纯书的作品 你到底有没有机会改编成的可能性有多高 因为他的文字的部分 其实很多东西 其实很难用影像表现出来 那最成功的我觉得应该是四川准的东尼龙骨 跟李长东的燃烧烈爱 但我觉得好像就是少了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透过影像 来去传达那个村上里面的语言 跟非语言的东西 那我觉得冰口龙鞋就完全的补足这部分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电影更 让不喜欢村上 不了解村上 也有透过他的语言 可以更接近的村上想要表达的东西 那我刚刚已经有稍微讲过了 一开始的剧情其实就是在讲 那个家福跟他的妻子 这个的一些关系 那其实家福跟妻子这些关系 因为妻子后来就是不断的外遇 可是家福其实都没有去拆穿 表面上还是跟妻子就是很和谐的关系 那后来就是因为妻子过世了 其实妻子过世之后 这一部电影才是真正的开始 所以你去看电影就会可以了解 那这部分我也觉得说 我虽然有把这剧情讲出来 可是我觉得这个不会影响你观看的一些感受 那后来就被邀请到了广岛戏主角当作的舞台剧的总监 那因为工作关系想要聘请一个汽车的代价 所以他就碰到了这一个 美沙记 就是一个都不讲话 沉默管理的美沙记 就是三不透子所言 后来两个人在安静的这个车 这个一不断的在车上里面 渐渐的了解自己的 就是彼此然后解开了自己的一些心结 后来家福也慢慢的去了解自己的妻子 生前没有跟她说的事情 那这一个电影很特别 然后在片头大概40分钟之后 才开始出现在车上的这一个片头的字幕 其实我也会觉得在从这个时候 其实才开始进入冰口龙界的这个电影的整个叙事的 的那个电影的才会真正的开始 那在车上的前40分钟 其实就是家福跟这个家福音 就是他的妻子叫家福音 他们在发生性关系之后呢 他就会一直跟家福讲一个年轻女孩闯空门的故事 然后呢后来这个家福 甚至在家里的时候 那因为这个妻子不断的外遇 这个家福正在回家的时候 还不小心碰到了妻子跟 他的妻子跟他的情人 在家里面偷情的事情 那家福当然都没有讲 就还是一样好像一副很和谐 那些很完美的家庭一样过生活 一直直到妻子过去过世之后 到广岛来指导他们的 他一个很熟悉的舞台剧 就是契克夫的凡尼亚舅舅 那其实这个凡尼亚的舅舅的这个里面的 指导的这个片段在这个剧子里面 在这个电影里面占了非常非常大的篇幅 而且其实从一开始 他在车上里面放的录音带 就是他的妻子不断的念着凡尼亚舅舅的 这一个台词的 跟他做练习的部分 那我就之前就提过了吗 因为像冰口龙间在欢乐时光 跟偶然与想象里面 其实他就是很独特的地方 他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补偿 那种日常的生活里面 那种人跟人的对话 跟人跟人那种 在很模糊在幽围之间的 那一个缝隙的那个瞬间 那在家福 在那个车上的时候 其实像刚才有讲到了 西岛俊兄 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喜欢 契克夫的演员 然后他就开了 很喜欢开了一台红色的 手牌的老车 叫就是萨把九百 那他不断的 都是在这个车子里面 在做跟他的那个妻子的口白 在做练习 所以一直到后来 在这个车上 其实很多人一起坐在这个车上 比如说像后来的这个司机 或者是跟他之前有跟他 妻子做外遇的这一个 由钢田匠生所演的这个高规 他也是坐在车上去跟他 其实不断在这个车上里面 都 你都会觉得 什么有人把车上的这些对话的 这个瞬间可以拍的像说 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舞台剧一样 在车上就是感觉就像舞台剧一样 那这个电影呢 后面半段就很大的篇幅 就是由各国的演员 包含日本 韩国 台湾的演员 台湾演员就是袁子云 菲律宾的演员 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来演出齐克夫的剧作 其实很奇怪 就是日本人讲日本话 韩国人讲韩国话 台湾就讲中文 菲律宾讲菲律宾话 来演同一个戏剧 其实本来就是很奇怪 可是后来因为加入一个 韩国的手语的演员 他在凡尼亚99里面 饰演Sonia这个角色 让这整个剧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魔法 其实我觉得这个韩国的手语的演员 在里面的 虽然他都用手语来表现 可是他用这种来表示 来呈现那种非语言 不需要语言的那种沟通 跟那种很模糊的空间的事情 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 起的化学作用真的是太大了 其实在剧里面 其实刚才有提到了 很多在车上跑演的片段 其实最经典的就是 西岛俊秀跟钢田匠生 在车子里面讨论 已经离世的 妻子的这个对话 相当相当的经典 我觉得这个是这几年里面 我看过在车上里面 在这个封闭空间里面 最精彩的一个对话 而且他们的对话 其实是 谈论妻子的对话 其实是透过了一个虚构的 像巴木曼的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来做对方的了解 那在车上其实 有人说它是公路电影 那我觉得它也没有 很像传统的公路电影 因为但是它其实同样 是在寂寞的公路上面 来陪伴跟相处 来让彼此活到最大的救赎 有很大的场景 其实就在描写车上的变化 不论是家福自己开车 或者是 米萨基他开始 担任家福的司机 两人在车上的变化 还有家福跟高归在车上的一些对妻子谈论 然后或者是最后 最重要的就是 米萨基他开着车子 不眠不休 从广岛开到他原生的家庭的 北海道的小村 去看他那个已经 整个已经毁掉的房子 其实都在 不断的透过这些场景 跟这些画面 来去了解彼此 角色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像他选择以广岛为故事的舞台 也对这个理解跟和平 这些事情也是很微妙的选择 后来家福在车上 座位上不断的改变 其实也能够可以显示出 这个导演非常高明的地方 他这些 电影里面捕捉的这些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跟这些对话 我觉得都像是一把钥匙跟门 你会发现其实在冰口龙界的这些故事里面 有时候很像是纪录片一样的一个片段 或者是一些 你只是在记录这个对话的片段 你会觉得他在捕捉的这些瞬间 其实都很像魔法一样 尤其像在偶然与想象里面 你更有那种感受 那就是一个边界 那冰口龙界就捕捉这些边界的 跨越跟不跨越之间 其实有非常厉害的一些方法跟调度 那我觉得冰口龙界不同于 我是因为一个我很喜欢的日本导演 叫四肢愈合 他也很擅长捕捉日常的一些 幽为的细节 而且非常失忆 但是他我觉得冰口龙界 他就是会用更魔幻 更像魔法一样的时刻 来创造人跟人之间那种 跨越跟不跨越之间 比如说像他很喜欢朗读这件事情 在《欢乐时光》里面 他用20分钟 就是整个20分钟来 让一个小说家朗读他的作品 如果是一个一般电影里面 觉得他是一个 极其无聊的一个段落 但是他在他电影里面就不会 在偶然与想象里面 他用10分钟 让一个人妻朗读 戒穿上小说的这一个 小说家的一个情色的片段 但是在那个片段 你会感觉到 比这个情色小说的话 如果你是用情色的电影 比情色的电影 还要情色的一个力量的出现 到了在车上 他用更多的篇幅跟时间 让演员不断地在朗读的剧本 透过他们不同的语言跟对话 让我们告诉我们 其实语言到底可以 带我们可以去 创造出什么样的东西 像原子云之权上 节目的时候也有谈过 然后在日本演员 他们其实也有曾经谈过 其实在他们在拍拆车上的时候 其实导演就真的不断地 让他们去朗读那些剧本 那读本到最后一个 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一直重复这件事情 反而让所有人感到安心 让导演的所有的拍摄 跟那个台词更加的精准 然后他们更能够自然而然的发挥出 他们自己原来的情感出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车上 虽然是改编成春山的电影 但是你会发现他有些地方 其实已经超越春山的语言 因为春山的小说难以改编 成电影就是因为它的文字的非日常性 春山小说里面的如果改成现实的话语 就觉得很奇怪 可是在冰口龙界的改编之下 其实会觉得它变成另外一个语言 所以这个电影其实 其实在看这个冰口龙界的电影 其实我一直想到一个 法国新浪潮的一个电影的导演 就是侯曼 后来我才知道说 原来他被称为是日本的侯曼 因为他们在讲年轻人之间的事情 不论是年轻人的事情 女性之间的事情 跟人物之间的对话部分 其实掌握的那种像魔法般的细腻的 跟那种细节 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那就像这部电影 想要传达 你再怎么深爱一个人 也不可能完全去了解这个人的内心 其实哪有人可以真的了解另外一个人 就像我跟我老婆 有人常会觉得说 我跟我老婆好像很好 我对孩子之间 其实我们彼此之间 其实我们还是常常有很多的争吵 那彼此之间还是有很多东西 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 也没有办法了解 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解另外一个人 但是只有我们诚实的窥探 看自己的内心 跟自己更诚实的相属 才能够接受跟了解 了解跟接受别人 然后别人也可能真的看清别人 如果要真的看清别人 只能深深的彼直的凝视自己的内在 这个就是在电影的 在车上的高规跟家福 他们在车上非常精彩的片段的 其中一个段落 好在这边呢 因为这部电影还在上映 那其实他的片长很长 节奏也很缓慢 你不要把它当作好来不一样的片子来看 听过我这个这样子的说明之后 我觉得大家去看电影的时候 也许能够更进入了这个电影的氛围 好好感受这个电影里面 所要传达的这些讯息 非常推荐给大家 在这里 有一个小时的电影 在这边 我们下车的电影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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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长的电影里面 我们下车的电影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像酿酒 另外像园艺师庭园师这样的职业也是 所以你可以想见一个崇拜日本庭园的这一个美国的女孩 就是女子Lelis 她到日本之后她说需要受到的文化冲击有多大 比如说她在一开始的时候 她在35岁的时候 自己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喜欢的工作 有稳定的感情 但是因为她很想要去日本 感受日本的庭园跟去学里面的原意 所以她就毅然而然的来到日本 去感受去学习日本的原意 那其实在书里面的一开始 她是这么形容的 她到了那个 比如说她到了司仙堂 她说我看到一个男子 她的摄影机放到司仙堂的榻榻米 盯着庭园的某一个角落超过一个小时 我其实不知道她在看什么 但是因为她这样一直看着 我也密切的注意到庭园里面的变化 开始拿起了手里的铅笔 来描绘庭园里面看似完全静止的画面 后来发现其实有很多细微的事情在发生 那我看过京都的庭园 你几乎90%的 种了90%的野生的植物 司仙堂就像大部分的京都庭园一样 设计就是为了要反映自然 而不是为了设计 人工的设计 让我在榻榻米的长廊上面 看着树叶 枫叶的影子 映射的京都的蓝天 让我想起了加州的优胜美丽 星星在去黑的宇宙中闪闪发亮 所有实验堂的植物都经过细心修剪 超过了三个世纪了 但是这座的庭园从外表看起来 好像是从大自然里面挖出来一样 后来 他在我在日本的庭园的会议里面 曾经有听过 在创造一个日本的庭园 其实是需要 用本身附近的原生植物 那像日本的庭园大师 大卫史洛森曾经提过 日本的 告诉 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 不要去模仿别人 也就是要去找到自己的 原来的那个 本来的样子是什么 所以也有人告诉 这个Nasley 不要模仿我们京都的生理 而是要去模仿你的精灵 模仿你自己的生理 去感受去还原出原来精灵的样子 希望我有朝一日 或许在几十年的自然修剪之后 我设计跟修剪的庭园 可以让我感觉到平静 就像我那天在世界上感受到的一样 我一开始是这样子 他非常渴望 也非常希望可以做这件事情 后来他就真的进入了京都的百年的园艺的公司 但是才发现说其实碰到了很多困难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女性的职业 他有很多劳动 有很多文化的冲击 有很多阶级跟性别的差异 每天都在考验着他 所以可以从非常渴望一直到这里面 每天都经过很多打击 然后甚至到后来 其实他甚至有一段时间觉得说 我想要回美国 其实不断地在刷新他的三观 就是让他觉得感受到很多 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的事情 甚至很多挫败 然后感受到自己的不堪 以及很多渺小 所以这一本书 其实他像描述的这些过程 我个人觉得 其实不管你喜不喜欢京都 你会觉得是一个相当精彩的一个 一个像是计时的 记录自己的故事的一个历程 看完这本书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 其实就是除了 Leslie自己的经历之外 以前我们在逛日本庭园的时候 都会 也会注意到庭园里面的植物 可是你从来没有想到 不会特别有什么感觉 可看完这本书的时候 你就会大为改观 原来日本的庭园的 里面所有的植物 都是经过园艺的修剪 跟稍微有去安排过的 而且这些植物 其实并不是要去修剪到 修剪成什么样子 而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呈现 它原本最原本的样子 让观者在这些欣赏的庭园之后 可以藉由这些树跟植栽 能够去呈现自己内在的部分 非常困难 可是以后我们去日本的庭园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 除了看了整体之外 其实就会忍不住 可能就会去观察这些植物 跟树跟植栽跟庭园之间的关系 那今天的一次旅行 其实我想要简单的谈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日本的寺院跟庭园 就是京都大远的三千院 其实京都有好几个庭园 我都非常喜欢 像刚才讲的师仙堂 清廉院 还有东福寺 很多庭园 我其实都个人满 但是去最多次 也最去不逆的就是三千院 去这个寺院 其实我去应该不下十次 其实我运气也蛮幸运的 在二十年前 我第一次到京都的时候 其实我就到了大园这个地方 后来只要回到京都 就会忍不住想要再回到大园 也会想要回到三千院去 那其实这个三千院 这个大远这个地区 其实大概离京都市 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 如果你在京都车站的话 其实可以坐17 18号公车 我到四条和园町的话 可以坐16 17号公车 但是我都最固定喜欢坐17号公车 我还写了一个 一篇文章叫做 我的京都心灵巴士 我就是写17号公车 有写在我的部落格里面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那你坐上这个公车之后 从京都市出发 就可以慢慢感受到 这个风景的变化 从都市里面 就会慢慢的离开市区 就会慢慢房子越来越少 开始出现森林 溪流 开始就是出现在自己眼睛里面 跟京都市的差异非常的大 眼前的风景 会有里面后面 窗外传来的声音 其实都会慢慢的 让你觉得心情整个放松下来 所以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京都的时候是夏天 非常的热 就是其实常常都觉得很烦躁 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当我桌上巴士 坐上17号公车 慢慢往京都大园的市区的时候 其实我整个的心情是整个被舒缓下来的 那京大园其实有很多寺院 像是很多很美丽的寺院 像保全院 圣灵院 极光寺 最有名其实是三千院 那三千院其实它最早的历史 可以追信到平安时代 那因为它是一个跟皇室 很有关系的 的一个寺院 就是属于门基 你有看到在日本 有些什么什么门基 就是它跟皇室其实是很有关系的 那 所以它历代的住址 其实很多都是跟皇室有关的 那因为我很喜欢三千院 其实 甚至让我在里面待一整天 我都觉得没有问题 那我很喜欢从巴士站 走往三千院这段路 对我来讲 因为这段路我在走太多次了 那我从年轻20年前 一直到最近一次京都 其实一直走到这条路 其实是不同的心情 不同的年纪 或者是带着不同的家人 伴侣 孩子 一直走过这一条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条路无形当中 它就成了这条小径 就是成了我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心象的风景 那你这条小径其实在随着季节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初夏的时候 这边有很多有紫苏的那个田园 这是大园的特产 那因为我很喜欢紫苏 就会经过这个组组 就会经过这个组组 然后你往上走 就会经着溪流往上走 就会 夏天就会卖那种冰凉的小黄瓜 非常我很喜欢买来吃 一路马上走 然后有时候紫阳花季的时候 这边沿路就会开满了紫阳花 慢慢走到三千院前面的参拜道的时候 就是大园的店家最集中的时候 最集中的地方 然后你就会看到三千院的大门上面 你就写三千院门基 然后就经过了 你就进去里面之后 就开始来逛这整个庭园 那这一个庭园的 如果有去过的人就会知道 就开始走路 它这个庭园其实有点 在室内的时候有点蜿蜒 然后一直到这个榻榻米的空间的 这个聚闭院开始 这个榻榻米空间的时候 你就可以忍不住就会想要坐下来 然后在这个庭园里面 其实就会有 有看到整个非常漂亮的 非常迷人的这个整个自然的样貌 就是我们以前会说 这个是庭园的设计 可是我们现在会觉得 看完书里面就会觉得 它就是原来自然的样貌里面 在呈现在 不管是春天秋天夏天冬天都是一样 用不同的样貌呈现在 那我记得我在夏天的时候 还曾经看到水蛇在这里面游动 还有青蛙什么的 它就是一种自然跟人之间和谐的存在 全部体现在这个庭园里面 那在赏风际的时候 当然在这个榻榻米这个空间 你其实会坐满了人 然后接下来你就会 往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有放着日本国宝的阿弥陀三尊像的 这个往生极乐园 它是非常非常久了 就是应该超过千年了 在这个地方里面 经过了往生极乐园之后 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森林 不同的样貌 就是山木 巨大的山木跟台 那在日本的庭园里面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台 就是在地上的那个台 然后这边的高大的山木 跟青绿的台洒落开来 你就会整个看到 不论是哪个季节来 你就会感觉到 整个心情就整个沉淀下来 然后这边当然最有名的就是 那个在台地上面的小沙迷 所以山圈运的台 其实你可以一直 就是到那边之后 你仿佛好像世界是所有的东西 就被溶缩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小沙迷的这一个 再对你为笑 其实就是我会觉得 那个就是整个疗愈的最 得到你让你自己身体 身心得到最大的疗愈跟释放 那当然你可以在这边 庭园里面静静的都坐着 就什么都不坐 当然你也可以继续逛 山圈运里面 当然往上走还有观音堂 那往下走 其实还有其他的 像慈眼之座跟慈阳花园 在不同的季节来 你都会感受到不同的 让你沉淀下来的心灵的那种感受 那我也曾经在万灯节的时候来过 就是午三送火的时候 庭园里面点满了那些灯 然后去感受跟去 让人们能够去追忆自己已经往生跟逝去的家人 那个力量更是让你没有办法忘记 所以春夏秋冬不管什么季节来 这一个三千月都像是演奏着不同的音乐一样 让你感到非常安心 让内在的小宇宙整个去展开来 然后让我们引导我们走向一些自己最深层的内在 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三千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坐在京都坐上 我也推荐17号公车 慢慢的从京都市距离一个小时的车程 前往三千月面去好好感受这一切 那我们很久了也没有进行威士忌的单元了 然后今天因为录制的时间其实也已经有点长了 所以以后我觉得我的威士忌单元 其实大概就是会只讲到说 我们可能就是搭配什么样的威士忌 我们就不太会做太多的介绍 那我们今天喝的其实是 台湾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单一纯卖威士忌叫百夫 那他是在苏格兰的斯北塞区的达夫镇 那达夫镇其实就是有很多很有名的威士忌都在这边 那他是一个讲究非常自然环境跟手工的技艺的这个威士忌厂 那百夫目前还是唯一一个自行栽种大麦 并且用铺地发芽的威士忌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厂 其实大部分的酒厂都没有在自己种大麦 更不可能再讲用传统的铺地 就是铺地发芽的部分 那他的酒就是其实 台湾人很多喜欢但是除了他的名字之外呢 因为他又是用雪莉桶装的 那因为台湾人都很喜欢雪莉桶嘛 那因为其实像我喝了12年的是最基本款的 其实你会觉得他的各种丰厚度其实是非常的厚的 然后他的酒体是金黄色的 那有很多水果跟雪莉的酒的香气 然后呈现出很多像坚果水果跟肉桂 还有桶味的部分 其实胃韵也非常好 那其实到处都买得到 也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就是可以当做可以去尝试单一损卖威士忌的会儿 可以作为一个很棒的选择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其实就差不多就到这边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对于 人性这件事情有不同的感受 大家更要去找那本书来看 然后再去戏院里面看载车上 我觉得这两部片都可以让你对你的很多 这两部这个书跟电影 都可以让你对你的产生很多思考跟想法 那当然有机一个旅行的部分 听说日本的目前好像慢慢已经开放了这些边境 那希望有机会可以早日踏上我们这个 这个疗愈的旅程的部分 好那我们最后呢 其实一样用在车上的这个 最后的这个音乐呢 来跟大家说再见 好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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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